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南部军区的战机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法国空军两架战机和一架加油机,并半飞至其离开黑海水域。 这是10号以来,俄罗斯战机连续第三天在黑海上空拦截法国军机。 法国国防部12号表示,三架法国军机是在国际空域执行观察任务。